定睛一看 几位都好像形象都不错嘛哎呀 是哈哈像明星一样啊是吧是吧 但还是你们的服务员长得最好 我们的服务员确实啊 他也就是好看了 没有别的什么本事 什么 当然了你像样子你过来 你人家那边有人家的戏份 你给我过来 你不能说他在哪 那那就跟他整个人一样 你过来点我跟你说 不是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也不是 可能就有一种吸引力就 就就就 不是你离那边近点啊 对对你们配合度高一点 那大家一起撑好不好 你站那边吧 站那边 我我我觉得我 我这时候可以站这边 你站那边 哈哈哈 哈哈哈 谢谢谢谢 开心开心 开心 我们热烈啊开心热烈啊 我们石头键刀部谁赢了谁选吧 好 队长石头键刀部吧 队长石头键刀部赢的先选 好主意 情商智商 之间对决 我们去出马 一副很柯男的样子 什么意思 等一下 人家 几位数并玩 六五 队长 咱们好好破案吧 因为我想到了 但是为什么是六位呢 你看它对应的是月数对不对 二月有二十八天 四月有三十天 十月有三十一天 对啊 六位啊 两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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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三零 三一 一三一 对三算你的算你的算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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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算你们俩真的就算我的吧哈哈哈这个呃算了我们不要这我们把这藏起来 那一个他们看不见的地方我们把钥匙拿出来然后把钥匙藏起来 何老师肯定看不见哈哈哈 哎你把那开了吧一会他们肯定能找到这给队长加一个哎对我们队长要赢对那个快快拿你你把这拿了这个拿了你看这个密码是那个 月数你刚才输了输了输了你最多我们最多我们最多也赢了 一封信一个说明书一个手机 一 含服务因服用过量植物毒素导致味蕾萎缩味觉失灵 你的偶像 你怎么了啊你怎么了我失去味蕾我被针店长下药了 针店长下药对 他活该他现在下场就应得了哎呀我为什么要救他走了跳 破坏了队长啊你怎么了这伤害我偶像 韩服务我们相遇那一刻你就是我幸福的起点我的唱青由你来想用你的笑容由我来守护高庆高兴写给韩服务的这是一份情书 我确实喜欢韩服务 我们还没问你那个 我只是坦白说 哎咱们在所有别的 我们知道大概剧情是怎么样 是你的 是你的 你要干什么 你跟他什么关键 我喜欢他然后 然后我知道店长做了一些对我姐和对她都不好的事情确实 是我知道的一件事情 但是 这些事都不是我做动物 还有一些 好 那根据我们现在现有的线索我们觉得 高兴是关键人物K 高兴拿的盘子高兴的吉他上头都有毒 高兴高兴的动机也是最大的 他又为了韩服务又为了他姐姐 他就想伤害真店长 对 吉他 高兴的吉他 再拿个试纸试试吉他 哦 对对对 有 有 吉他上有 他刚刚说你一共10个盘子 他就一个没多难一个没多长 就故意把那个一个最后一个对 他可能知道他有舔手的习惯 那这很容易这么了解 那这定的就搞笑 我觉得想简单点 我觉得想简单点 那我们 那个 干一杯吧 干一杯吧 我觉得是也挺成功的 你知道吗 那就是保险 这也太直接了 那我们倒点唱青干一杯 可以可以 来吧 来吧 来 邓轮队 想向逸迷 身心畅情思路更轻 好位 身心畅情思路更轻 高兴了 今天测试前 邓队长和马队长的金钥匙数相同 所以今天谁金钥匙宝盒打开得多 谁就是本季的全能推理王 邓队长打开了两个 打开了 不好意思了 马队长打开了一个 对了 对了 一五三是对了 一五三可能对了 开了 给你 一五三 你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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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的全能推理王就是 恭喜本季全能推理王 邓轮 这东西你应该很熟悉吧 我有很大的怀疑是这些东西是之前预谋好的 有些人的时间记忆点是模糊的 精彩的来了 从五点到五点半警报响起的时候 这个密室是没有人出现的 所以我怀疑 马兰之心其实在五点半起码警报响起的时候 他还在那个密室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这今天的这个K就一定是在醒的这个时间线上 说了谎 这什么 哦镜子折射的 我觉得这点有通险 转进来 从这个位置下去 就是他的房子 对呀 就是你 加油 唱清金钥匙报 请导演送上全能推理王奖杯 来了 好钱啊 谢谢我两个姐来拿着啊 请全能推理王发表获奖感言 我觉得我这个这个大家共同的努力 对 对 我觉得今天是我今天是我人生的巅峰高峰 我觉得这个呃又见到我的偶像 然后又拿到全能推理王 我觉得我今天 我觉得最多最最多还是感谢吧感谢 节目组感谢 所有的朋友们然后感谢你们能来等这么久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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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 耶 没想到第一次参与这样的节目就能有这么大的收获 所以我觉得继续努力吧 下一季 依然全能推理王 邓伦真的很棒 他爱推理 然后也爱大侦探这个节目 我觉得这种发自内心的爱能够在他的平时的状态当中可以表现得出来 确实是很投入然后也进步也特别大 他是当之无愧的推理王 我是全能直觉王 他是全能推理王 伦哥的是我优秀的朋友 愿你平凡的一生有所有不平凡 而如你所爱的故事你又氧气的朋友 我叫邓大胆 不用我多说我是谁了吧 他是一个有着少女心的胆子不搭的一个怂宝宝 老公刚才已经叫出了小燕子的声音了 其实挺接地气的并不是显示他 是觉得他可爱了 没有想到他有这么萌 好像啊 我是来找未婚妻的 好紧张啊 很开心在这一季跟他成为好朋友 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 特别感动特别感动